感觉相当令人欣慰 就是非常努力的来能够救援 但是最后还是不幸 到现在还是有没有办法找到的 人命官提案内政部长叶俊荣 几度哽咽 说话颤抖 事发地点拼邻中天聊西 地方父母关朱立伦奔波现场 与家属间也难言疲态 只要发出任何大雨 或豪雨特报的时候 是绝对不可以苏西的 所以因此都已经把它移送罚办 因为我们觉得他已经有 涉嫌违反业务过失致死罪 虽然已经发布豪雨特报 但民众不难及时知道 短短5秒冲走苏西客是漏洞之一 就像下游一样 有一个广播器 然后做一个警告 但实务上为什么 它不太可能的原因 因为苏西本身 它是一定都是找越山区越偏远 越整个是西的源头 以现前在方法来看 台风天海上警报发布 巡逻员会立刻在沙滩或水岸 插红旗拉起警戒线 驱离民众 但不包括素西 而目前素西的体育署 列为运动项目 虽然素西协会定了注意事项 但没有法律效令 更没有专法禁止 责成我们相关的单位 以这一类的事情 又怎么样更强化 可以做得更好 那这一类救灾的情况是 越来越严峻 现在新北市就可以做 我们来发动 我们来协调都可以 天价意外 这一类的政治效应 淘尖和尘弹被批麻木不仁 要占荣尽可能表达感同身受 朱立伦新北大家长 承报阴影之后反应更快 这些事件 中央到地方都有政治包袱 也都绷紧神经 这种黄明君闯用文 陈旭邵运台北报导